土匪投资看上了美丽的村妇 丈夫为了钱财竟毫不犹豫地将妻子拱手相让 本期丽哥带来电影《太阳有耳》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 某日在一个贫困的村庄里 农夫悠悠正外出淡水 意外偶遇了一个土匪投资潘豪 自潘豪看见他的第一眼起 就不禁被颇有私色的他迷住了神 面对潘豪的尾随纠缠 悠悠不尽感到害怕 生在贫瘠之地的他 怎敢轻易招惹一个十恶不赦的土匪呢 匆匆回到家 他赶忙叫自己的丈夫天佑出来 但让悠悠没有想到的是 天佑不仅没有保护自己 甚至还在潘豪面前阿谀奉承 低声下气 虽然天佑也不认识潘豪 但他从他的衣着言行上也看得出来 此人不是大富即是大贵 八戒都还来不及呢 就这样天佑不仅把潘豪请进了屋里头 还好菜没酒地招待他 当潘豪喝麻后 也干脆赖在这儿不走了 天佑便不顾悠悠的反对 趁机偷走了潘豪随身携带的银两 他甚至还主动将悠悠献给了他 悠悠见自己的丈夫穷就算了 竟还如此势利眼 悲痛与觉知下想要资敬 但遭到了潘豪的阻拦 他也并没有对悠悠行不给之事 在酒醒后便自行离开了 这一晚悠悠虽然已经看穿了天佑肮脏的心 但日子该过还是得过 几天后债主找上了家门 这对贫穷的夫妻俩温饱都成问题 哪里还偿还得起额外的债务呢 债主在高声讨债之余 还不忘出手调戏一下貌美的悠悠 而这一幕也正巧被路过的潘豪看见 没过多久 债主就被他杀死在了家门前 伸手异触 而夜幕降临 得知了债主被杀一事 天佑还专程叫悠悠去给潘豪谢恩 当然 回礼并不是什么粮食和美酒 而是悠悠的身体 悠悠虽然抗拒自己被比龌龊的丈夫 但也不敢不从 只不过还没等潘豪回应 他的媳妇就回来了 并将悠悠赶出了家门 自己也气得直接回了娘家 几天后天佑意外地在郊外 捡到把枪 便兴冲冲地来到县城卖钱 但他却不曾料到 那把枪竟然是潘豪的 而潘豪也以为 自己的枪是被这小子偷走的 便将其招了起来 悠悠得知此事后 一路皱眉走进了潘豪的家中 他什么也没有说 刚进门 他就坐在炕上 主动地脱掉衣服进了被窝里 随刻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游游想要干嘛 但潘豪也只是破感无奈 仍旧没有跟他发生关系 毕竟他想要得到的是游游的心 而不是他的身 不过潘豪也担任游游 若是他能陪自己时日 便放了天佑 最终游游同意了 天佑也被释放了 这时天理在潘豪的一番猛烈追求下 游游也终于沦陷 甘心将自己交付给了他 两人在这段时间里都过得很开心 尤其是游游 潘豪不仅带着他来到县城逛街 还给他买衣裳和首饰 去品尝美味佳肴 而这一切都是游游从来不敢奢求 也从没体会过的日子 只不过他碍于自己 还有个名义上的丈夫 心中始终都有块疙瘩 这天天佑偷偷找上了游游 他告诉他 昨天夜里 城里有辆火车被截了 不仅死上一片 还有许多人遭到绑架 这件事甚至都已经惊动了官府 城里城外都在搜查这个土废头子呢 而天佑怀疑 这很有可能是潘豪干的 事实上他的怀疑的确没错 主谋正是潘豪 他之所以这么做 主要是为了挟持人质 来和地方政权周旋 一起来牟利 也正因为这事 游游在担忧潘豪之余 也似乎反应过来了 说到底 哪怕潘豪对他再好 也终究是个土废头子 是个坏人 他也不知道自己如今的选择 究竟是对还是错 一晃便到了第十天 天佑屁颠屁颠的来接自己的媳妇 纵然游游在纠结之下 也还是有百般不舍 但天佑仍是他的相公 他还是选择告别潘豪 但潘豪已经爱上了游游 怎么可能说放人就放人呢 他为了赶跑天佑 还拿着鞭子抽他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 游游竟舍身挡在了他面前 替他挨了一鞭子 潘豪看见这幕 心寒不已 但更多的还是恼怒 他一气之下便赶走了两人 就这样游游又回到了 曾经的穷苦生活 每日与锄头担子作伴 但越是这样 他就越难以忘记 那个给他带来真正快乐的男人 直到某天 一大批军队闯入了村庄 游游看见前来与军队抗衡的潘豪 毫无犹豫地就冲上了他的马背 天佑健壮 是又气又恼 但当他看见潘豪在战乱中受伤后 便不由地心生了个妙计 待战局结束 天佑小心翼地进了军营里 然后跟军队的陈队长说 潘豪其实是被他打伤的 陈队长见他如此英勇 便决定将他纳入麾下 这也正合天佑的歹意 但他却没有料到 陈队长还交给了他一个任务 那便是要他去劝潘豪招安 竟然让他释放那些 在火车结案中被他囚禁的人质 这下可轮到天佑犯难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陈队长此次进军村庄的目的 竟然很大程度上 还是为了潘豪来的 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最终也只能无奈接受了任务 也正是在这阴差阳错之下 天佑摇身变成了副团长 而团长则更是被陈队长看中了潘豪 潘豪在新冠上任后 也违背了对陈队长的承诺 直接了当地 就将那些被囚禁的人质给活埋了 悠悠见他竟干了如此伤天害理之事 不禁发了脾气 但这也点燃了潘豪的怒火 那一夜潘豪的土匪本性斩了无依 但悠悠还是就这样别离的天佑 与潘豪过上了日子 直到一日 喝得大醉的天佑找上门来 俗话说 酒壮怂人胆 他借了酒意 想让潘豪把悠悠还给他 潘豪在盛怒下 也不顾他付团的面子 直接把他吊在了树上 悠悠见状 也是有些于心不忍 但尽管天佑借此机会 还向他述说了一番 潘豪十恶不赦的罪行 但悠悠也仍然是不愿意跟他走 只因天佑压根就没把他当人 潘豪虽坏 但也至少把自己当作人来看待 最后天佑还是被释放了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 倒也相安无事 悠悠也怀上了身孕 彻底成为了潘豪的女人 潘豪得知她怀孕后 也是对他百般的照顾 悠悠本以为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好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好景往往都是不成的 就在之后的一天 密谋已久的潘豪 办了一场鸿门宴 请来了陈队长 他想借机干掉他来谋权串会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这件事早就走漏了风声 陈队长早已从天佑那儿得到了消息 自己的手下 也全都被他给反水了 潘豪就这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挨了自己兄弟一刀 还被五花大绑的带上了行星台 等候正法 天佑举报有功 也直接被陈队长设为了团长 就在潘豪即将要被处死的前一天 天上突然间就狂风大作 电闪雷鸣 导致陈队长当场被雷公劈死 悠悠也趁乱救下了潘豪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居然会亲手解开一个恶魔的锁链 潘豪被释放后 第一时间就是举枪大开杀戮 许多无辜群众就这样死在了他的盛怒之下 还包括天佑 甚至是一名手无寸铁的小女孩 悠悠见到这幕 依然要成为母亲的她 心中顿时埋下了一颗绝望的种子 陈队长和天佑死后 潘豪也得一上回 在全世之间肆意游走 他心中暗爽不已 但他却殊不知 自己的枕边人 依然变成了一颗定时炸弹 在潘豪一日与悠悠在野外骑马时 两人缠绵之际 潘豪不声撞到树枝 跌下马背 他本以为悠悠会拉他上马 还跟他嬉戏 但他却不曾料到 悠悠并没有拉动绳子 而是毅然决然地举起了马鞭 侧马狂奔 最终攀豪迎头撞向了一根树杆 当场逼命 而悠悠则遇着马 至此消失在了这场 离奇荒诞的爱恨情仇之中 太阳有耳 月亮无谋 世人总能聆听到 若是女性无助的呼喊 却始终看不到 她们如死灰霸的内心 女性意识的觉醒 伴随着这阵阵黄土的飞沙 终究还是成了一句哀歌 回荡在这阴暗无光的落日尽头 生意何欢 死意何苦 喜乐悲丘 终归尘土 在那些我们触及不到的昏暗岁月里 一个个无助的女性终日看不见阳光 那是一个时代的整体面貌 也是我们后人应当警惕 铭记的历史岁月 把那些错乱的思想从骨髓里取出 阳光终将会洒落在这世间的每个角落 那我今天到这了 我是立歌 原作灯展 照亮你心